如果這個影片之中只有一個重點的話呢就是這個 在別人眼中我一點都不重要 哈囉大家好我是Aryta 今天的影片我想要跟你們分享一個勵志的故事 我是如何克服障礙 練就一口流利的音法文 我對流利的定義呢是 我可以獨立自主的用這個語言工作和生活 我知道很多人在學語言的時候 聽跟說都是最大的障礙沒有辦法克服 然後我以前也是 不過呢我有一個好消息要跟你們說 口說這個瓶頸一旦過了 語言進步的速度就可以突飛猛進 有點像頭過身就過這種概念 我今天就要跟你們分享我是怎麼做到的 我們在一個講外語的環境之中 比較容易感覺到害怕和焦慮 怕什麼呢 怕自己不會講 怕講錯 怕講了別人聽不懂 或是講了被笑 我們可能會因為覺得無法控制情況 感覺到被威脅 所以身體就開始出現一些發熱 口乾舌燥 或是講話滋滋烏烏的反應 讓我們在講外文這件事情的信心 更是再次被打擊 我之所以可以克服這個障礙 是因為我了解到了一件事 如果這個影片之中只有一個重點的話呢就是這個 在別人眼中我一點都不重要 我覺得很多人講外文的時候會把自己看得很重要 所以呢把自己不小心犯下的錯誤無限的放大 不過殊不知這些讓你耿耿於懷的時間 遠遠大於你犯錯這件事情留在別人腦海裡的時間 不幸的話你現在想想 你有沒有辦法舉一個你曾經覺得非常尷尬的場景 然後想想這個場景的當下 的其他人 那些人 他們現在記不記得那時候發生的這件事情 在我們知道自己一點都不重要之後呢 我們就要找一個適合學習的環境 然後花越多時間在這個環境越好 怎樣是適合學習的環境呢 它是可以讓你犯錯 犯錯以後得到正面反應 然後改正 再繼續循環 這樣子的環境 就是適合學習的環境 那這可能是你自己一個人面對電腦 或是家人、朋友、同學、同事、家教、補習班 甚至是旅遊都有可能 聽力和口說是相輔相成的 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也是先會聽得懂之後才會說話嘛 所以呢要可以口說以前我們要先加強自己的聽力 那加強聽力最快的方式 我覺得是看沒有字幕的影集 我強烈推薦看那種背景有觀眾在笑的sitcom 像是Friends或是The Big Bang Theory 因為這種除了是很淺顯易懂日常生活中的劇情以外呢 你還可以依據觀眾什麼地方在笑 更快的去學習外文的笑話 通常這種影集的劇情都很簡單 所以在看的時候不用追求到完美 要每一個字句都看得懂 只要有抓到大概其實就夠了 如果還是完全看不懂的話 可以加上外文字幕一起看 如果加了外文字幕還是看不懂 可以先看一次有配中文字幕的 再看一次沒有字幕的 但我不太推薦這樣子做 因為我們要避免太過依賴翻譯 所以真的最好的辦法就是 忍過幾次你看不懂覺得很痛苦 那慢慢的之後就會越來越懂 越來越懂之後就會越來越好看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來 只要比有前一集看得懂多一點 就已經是有進步了 那只要這樣子自己很看久了之後 聽力就會很快的提升 嘴巴是跟不上眼睛跟耳朵 其實很多字我們看得懂也聽得懂 但是不一定會念 所以我們要把自言自語 這件事情變成習慣 只要遇到不會念的字 就念念看 而且要發出聲 比如說你現在暫停影片 看一下你的周遭 你有沒有辦法用外文念出這些東西的名字 或是周遭你現在觸手可及的 有沒有任何文件上面是你正在學的外文 你有沒有辦法把上面的字念出來 看不懂也沒有關係 如果遇到不好念或是不會念的單字呢 用Google翻譯去多聽幾次 聽完之後模仿發音 重點是要模仿對的重音 在哪一個音節 它的陰陽論錯是怎麼樣 會念之後再試著把這個單字 納入自己的詞彙 變成自己的句子 另一個很棒的方式 就是找好聽的外文歌 一定要是你自己喜歡 會想要一直聽一直聽的 找到了之後呢 再去把它的歌詞下載下來 如果有不會的單字呢 可以先查好 你之後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一直重複聽 你就可以聽得懂 聽懂之後你就可以跟著唱 如果會唱了之後 裡面的新的單字就全部都變成你的 如果啊你在用外文講話的時候呢 是一直在頭腦裡面翻譯 中翻音翻中 那你一定常常錯過講話時機 因為這樣實在太慢了 為了要加快口說的速度 我們必須要訓練自己用外文思考 可是你一開始 就想要直接用外文思考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要怎麼開始 我會推薦 把生活中常見的場景 當做練習 比如說去便利商店買咖啡 去郵局取見 去市場買菜 倒垃圾和鄰居的閒聊等等 試著想像 用對話式的方式 把用你自己的話翻譯成外文 生活中你實際使用外文的時間有多少 如果很少的話 我們要在生活中增加使用外文的時間 一個很好的辦法是 找身邊外文程度差不多的朋友 聊天的時候 比如說傳訊息 傳LINE的時候呢 就改成用外文對話 不會打的字就用中文取代 這樣子開始可以慢慢練習你會講的話 先求有再求好 所以我們從單字加進去開始 慢慢變成句子 裡面穿插一些中文 因為你有不會單字 習慣之後 再變成整句都是外文 然後也都先不要管實態啊 文法等等 等到習慣了之後呢 再來開始糾正這些 但重點是 你跟你的朋友 在聊天是要聊你們想聊的東西 這整件事情才不會變得很枯燥無味 如果有辦法的話 也推薦去認識一些母語人士 但老實說 我不是很推薦語言交換 效果不是非常的顯見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是 認識一些母語人士 然後你們是真的可以變成朋友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這樣子的交流 對你整體語言的提升 是比較有幫助的 你在跟母語人士交流的時候呢 請他幫忙糾正你 講外文時的錯誤 那當然 你請他幫你的時候呢 你也要想想自己有什麼東西可以提供他 比如說帶他去玩 邀請他參加一些文化活動等等 反正必須是一個這樣雙向的交流 這樣子才可以長久 有兩種情況 對方講的你聽不懂 或是你講的對方聽不懂 如果是沒有聽清楚呢 那就請他再講一次 重複一次或是講慢一點 如果還是聽不懂 請他換一個方式解釋 如果是整個對話之中有一些關鍵字沒有抓到 導致聽不懂 然後你感覺這個字非常重要的話 那請你打斷這個對話 叫他解釋關鍵字之後 再繼續進行對話 如果還是聽不懂 請不要感到氣餒 想一下 你面前這個人能不能用你的母語 跟你進行現在的這場對話 如果不行的話 要知道你已經比他厲害很多了 有時候對方不是聽不懂 而是根本沒有聽到 可能是因為你沒有自信 所以講著很小聲 深呼吸 重複再講一次 那講大聲一點 如果呢 你講話講一講 對方開始露出疑惑的臉 這個時候呢 可以用單字去簡化你的句子 然後最好可以配上一點肢體語言 譬如說 不要說 I need to go to the supermarket because there's no food at home and I'm really hungry and the supermarket is closing 說 me hungry supermarket close let's go run 如果你講完了 你想講的 然後對方好像有聽沒有懂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請他 重複一次 你剛剛講的話 告訴你他聽懂了什麼 或是最簡單的 直接問他說 你哪裡聽不懂 那希望以上這幾個重點 可以幫助到你去敢開口 或是加快你提升聽跟說的能力 語言只是一個工具 不應該因為講得不好而不敢講 否則會更難進步 不管溝通的時候遇到什麼問題 只要維持耐心 一直問問題 不輕易點頭微笑 我相信保持這樣的態度 一定可以很快的提升你的聽說能力 如果你對學習語言上還有其他的問題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挑戰一下念法文 讓我口鈴 UNCHACEUR CAMOUS CIN CAMOUS CIN AUCH ACHOUS CIN CAMOUS CIN SACHE DAOUSI IN CHACEUR SACOUS CHASSE CEMOUS CIN CAMOUS CIN SCAMOUS CIN CAOUS CIN SACHE DAOUSI SACHE DAOUSI